红过 黑过 但就是没胡过 近日 杨幂接受了人物的独家对话 谈及了包括离开加行三亿对赌 顶级流量 商业价值 哈尔滨1944等多个话题 仅短短不到半小时的访谈 却有多个词条冲上热搜高位 尽管在访谈中 杨幂对于诸多犀利问题 都云淡风轻地表达自己的态度 但作为那于黑红十数年的狠人 杨幂这一路走的绝对不是说的那样简单 一 顶级流量的三亿对赌协议 只是个传闻吗 在访谈杨幂的多个话题里 杨幂对于三亿对赌传闻的回应 无疑成为了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主持人问杨幂 3.1亿对于杨幂意味着什么 压力有多大 杨幂称 江湖传闻有这么多 很多东西是我不了解的 我也不知道传闻传承这样是为什么 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尽可能地达成自己利益的时候 如果这种利益跟别人的利益会产生冲突的话 大家自然而然成了正方或者反方 但你不能说哪一方是对的 那我觉得说 在这种关系中能取舍就取舍 上过班的都懂 能沟通就沟通 沟通不了就算了 都是有取舍的 简单来说 素以高情商著称的密解 并没有正面回应问题 他表示自己对于江湖传闻不甚了解 不知道主持人到底问的哪一个 也不清楚背后的利益逻辑 都不想沟通 不存在什么对错正反 随大家怎么想都行 然而 真的像是杨幂回应的那么云淡风轻吗 2015年 上市影业出资3.1亿元人民币 认购加行20%的股权 并签下对赌协议 这个协议简单来说 就是需要加行在2015年至2017年三年间 累计税后净利润超过3.1亿 如果低于这个数字 加行就会背上一笔很大的债务 须以年收益率15% 回购上市影业持有的加行股票 这对于加行来说是一个极难的赌局 因为在签协议之前 加行市值还不到3000万 为了达成目标 杨幂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 三年内连轴转 细不停 开了13部影视作品 二部综艺 亚西亚到会自爆的地步 最终在2017年初 凭借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爆火 加行以4.02亿纯利润的成绩 超过完成目标 加行的市值 也从15年的2500万变为50亿 足足翻了200倍 看称是业内神话 也正是因为这一场对赌的胜利 杨幂实现了从女艺人到女商人的转变 成为了业界的金字招牌 而这一转变的背后 是无数场狂风暴雨般的争议 和一颗强大到能面对一切的心脏 二 从戒掉情绪到拥抱情绪 黑红狠人如何面对风波 杨幂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情绪的态度 十年前杨幂刚活起来的时候 由于繁重的工作 她只能戒掉情绪 不去理会问题 也不会消耗自己的情绪 尽管说得轻轻松松 但杨幂当年面对的各种风波争议 所能引发出的情绪反应 绝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易戒掉的 一 亚系女王一年打掉平12次 曾因亚系被踢出剧组 不只是在对赌期间 杨幂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顶着亚系女王的称号 2010年 杨幂开设了11部影视作品 4月 杨幂发微博自爆同时再拍五部戏 人格分裂严重 昨天是温柔咸凉 今天是个性叛逆 明天是热情奔放 后天杀手 杨幂多年好友猫姐透露 有一段时间她们没时间见面 只能打电话 每次接起电话都是杨幂说自己胃疼 没时间吃饭 饿过劲了 过几日再来电话 就是急性肠胃炎去医院了 那一年 杨幂共打了12次调平 平均一个月一次都是因为感冒 发烧或肠胃炎 为了节省时间 她只能在凌晨12点收工后 挂急诊 挂一夜的水 睡一两个小时 再继续开工 杨幂在人物专访中 对于当时状态的回忆 也对上了好友的爆料 感觉一整天24小时根本不够用 一直在无休止的工作 每天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是卸了妆以后睡觉 然而 这样拼命的亚细 不仅对杨幂的身体 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也给她的风评 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时至今日 公众对于亚细 都持一种劈叹的态度 杨幂曾因为亚细 被陈凯歌唤绝 二 烂天女王四年 斩获三次金扫帚 消耗自我产出嘉心 大礼包 不仅亚细 更是因为亚细产出烂片 在13年到16年4年间 杨幂斩获了三次金扫帚 最令人失望女演员 而提名就更多了 其参演影片上榜 也是数不胜数 对赌期间 更是不得不扛起 不少低质量的自家剧 同时还要消耗自我 退出嘉心大礼包 所谓嘉心大礼包 就是杨幂带着嘉心 传媒旗下的新人拍摄的自制剧 比如电视剧 我是正人青睐的翻译官吉福瑶中 杨幂都带了三位同公司的新人 进行开设 怦然心动众两位 而是嘉心成功逆袭的 三胜三十里桃花 同公司一人更是高达九位 这样的大礼包 对于嘉行极其新人来说 无疑有着巨大的好处 但对于杨幂本人来说 却是一种消耗 无论是过度工作的疲惫 亦或是滥据导致的声望下降 可以说是在通过消耗杨幂的方式 给嘉行赚得收益了 三位于高贵208 耍大牌没礼貌 嫌弃粉丝打手机 同时 或许是因为转型资本过程中的付出与代价 杨幂也变得更具棱角 在三胜三十里桃花 开设上映期间 杨幂参加宣传会 官方一路直播 迟到的杨幂 不仅没有尊重工作人员和观众 反而在工作人员说打个招呼吧的时候 走上去直接打掉了工作人员的手机 后续也没有为此道歉 而不仅是在视频里不尊重粉丝 面对面见面时 杨幂仍旧我心我素 在一次粉丝见面会上 主持人问杨幂有几位粉丝想要合照 问杨幂答应吗 杨幂毫不犹豫地说 不答应 让主持人和粉丝都面露尴尬 好在主持人反应够快 及时圆场 接下来和粉丝合照的时候 粉丝带来了各种剧中的道具 杨幂也直接面露嫌弃地扔在地上 粉丝给杨幂唱生日歌 更是直接被杨幂打断 除了面对粉丝耍大牌 杨幂甚至敷衍全国观众 在去年的闻联春晚后 杨幂在后台面无表情地说出 祝福何家欢乐 兔年吉祥 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声调没有一丝起伏 毫无感情地念着新年祝福的吉祥话 这一行为也引发了网友的巨大反感 认为其态度敷衍 像是不情愿 此外种种杨幂挖扑别人 态度不佳 不配合没礼貌的黑料历史比比皆是 杨幂也因此冠上了一个极具讽刺性的头衔 内于高贵二灵把 正如上述所言 无论是哪一类事件 换作别人 不说退圈 那也至少是分寸大乱 或者是一蹶不振了 但杨幂就是能在黑洪风波里 朝着她的目的稳健地努力前行 而对此杨幂还只字迁地表示为 戒掉情绪 而经过了这十几年的修炼 杨幂也从戒掉情绪升级为拥抱情绪 她表示 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学会拥抱情绪了 因为你所谓的戒掉 你只是你说你面对她 其实很多事情你没有解决 你下次还是在这儿 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滞后性 我现在对于情绪的问题 我觉得是寻找问题出现的原因 这个是我现阶段对于情绪这个问题的理解 先总结自己 承认自己的不足 尽管或许只是镜头前的漂亮话 但这不是为一种理想的对待态度 而杨幂这一认知地开阔 或许也与离开家行有着一些关系 三 离开家行 终于可以接到自己想拍的戏了 5月8日 杨幂发布官宣与家行结束合作关系 共有从前 各有未来 随后 架行传媒也发文 十几年风雨同舟 共同成长 感恩感谢 祝未来一切顺利 珍重安好 而随后 架行迅速把微博上曾经发过的年终总结里 杨幂的照片删除 使得这场本该体面的解约 显得有了些风波 通过杨幂在人物专访中对于此时的回应可知 他确实是与家行有了理念上的不合 但他对于离开家行是毫不后悔的 杨幂表示 双方的滞后性也好 或者说是理念的不合也好 一定都是有权衡有取舍的 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 做了这样的决定 我们就把现在做好 此外杨幂还称 感觉现在终于可以接到自己想拍的戏了 然后终于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 想来自立门户 摆脱了他人的约束后 杨幂可以顺着自己的期许 做想做的事情 据娱乐圈从业人士透露 杨幂在哈尔滨1944的片场非常认真 导演张黎更是在人物采访中提到 杨幂全程没带剧本到现场 每次都会被熟台词 而且从不迟到 而前段时间传出的杨幂 与赵丽莹粉丝 《四撤哈尔滨1944女2》事件 杨幂似乎也在专访中对此事回应 杨幂表示 对于我来说 现阶段是角色大于一切 其他的任何因素其实都不重要 至于在剧里面你的篇幅有多重 这个现在不是我考虑的问题 也觉得就算是戏份没有那么多 但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学习 在2023年 尽管没有很多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 但杨幂却仍能拿捏话题热度 在全年的各个时间节点与活动中 冲上热搜高位 而在2024年 以人物专访为信号 杨幂携带作品叙事待发 企图在2024年大展宏图的野心 已经昭然若揭 继续